金牌战结束 所有纷扰也落幕 20岁的波兰小将瑟瑞梅塔 在分出胜负之后比出爱心 还主动上前拥抱我国拳击好手林玉婷 英雄喜英雄林玉婷和瑟瑞梅塔 双手紧握互相勉励 真情流露画面全被拍了下来 林玉婷在颁奖上还帮瑟瑞梅塔调衣领 会让大家这么意外 是因为先前传出瑟瑞梅塔 在比赛前贴出讽词贴文 只称自己是最后一个争夺金牌的女人 引发争议 不过瑟瑞梅塔最新接受波兰媒体访问提到 奥运期间远离社群 澄清贴文绝对不是自己发的 教练看到之后也命令删除 比赛就是这样嘛 就是赛前我如果能用任何的战术来干扰到你 然后达到我的达到我的结果 那就这样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竞技运动他们最后 大家其实都能够包容彼此 四位梅塔展现运动家精神 还有四强赛时 别出X讽刺的土耳其选手卡拉曼 也在颁奖台上主动拥抱林玉婷 甚至看到林玉婷落泪 还帮忙拍背安慰 四人一起咬奖牌合照 上演大和解戏嘛 因为运动员就是专注在场上的每一个时刻 那不要轻易的被影响 因为如果你被影响 那就代表人家的战术成功了 那你这样就不会是一位好的选手 停过性别风波 林玉婷走过这些风风雨雨 选手们也终能回归赛事尊重彼此 TBS新闻在法国巴黎参谋报道 就是这一拳 再来再追加 林玉婷出战奥运全级女子 57公斤级金牌战 对上波兰超级黑马色瑞美塔 林玉婷维持一贯强势手法 三回合都已5比0拿下 为台湾摘下第二金 也是台湾拳击史上第一人 回顾整场热血比赛 第一回合林玉婷就多次用刺拳击中对手 再加上身高比对方高了10公分 运用优势全拳打中对方 比赛才一分钟就多次有效打击 让对方无力招架得到5个10分 回合间教练还提醒林玉婷 追打之后可以再继续打第二第三波 但回防一定要快 第二回合林玉婷利用时间差继续打击 还一度把对手头盔打歪 最后30秒又用左手重拳打爆对手 连续combo得分 再度拿下5个10分 最终回合对手越打越毛躁 反观林玉婷则是毫无悬念 甚至越来越顺手把对方打到流鼻血 再度以5比0胜出完美夺金 我从球员通道然后走出来真要比赛 那种感觉哇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感谢自己啊就是自己坚持下来 那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 千言万语都难以言语 林玉婷赛后坦言能走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 要用金牌证明台湾 今天拿到这块奖牌 这块金牌在奥运场 尤其是在奥运场上 也就是证明了说我们台湾人也可以做得到 台湾拳后不是叫假的 林玉婷奋力一极用实力和世界证明 这要说是以德抱怨还是教练人太好 曾志强对着镜头大声对哈利波特 坐着JK罗琳说谢谢 虽然因为对方质疑林玉婷是跨性别选手 掀起性别风暴 但曾志强不简单 用说话的艺术回敬JK罗琳 他真的是一个魔法作家 他有办法简单的一句话 可以让我们创造这么大的一个声量和流量 一路走来林玉婷受得委屈 曾志强都看在眼里 赛后师徒两一起狠狠揍了地板一拳 表达擂台上的事 擂台上解决 林玉婷更背着曾志强绕场 展现师徒专属庆祝方式 很感动 然后也实现我跟他彼此之间的承诺 台湾的女儿林玉婷守住了这面金牌 也为台湾的拳击运动创造了历史性的第一课 他每次是冠军在我背 他本来我是想去台上跳16吨 但是他觉得万一没有跳好的话 会很落差 曾志强更不忘秀出 时下最流行的16吨舞步 表达内心喜悦 第一吨比出歪 象征互相包容 第二吨双手比爱心 希望大家要有爱 第三吨比出C 希望大家可沟通 最后比巴黎铁塔则是表达感谢 巴黎谢谢你完成了我的梦想 而这次台湾全集代表队沉积亮眼 双双摘下奥运铜牌的陈念琴吴诗仪 也受邀登上冠军公园走秀 陈念琴绑俏皮双马尾 更不忘秀出活泼舞步 台湾之光慈世在世界闪耀 TVB的采访团队法国巴黎报道 一走银哥的乡亲们总动员 来到台湾全后林玉婷的家放鞭炮 不只贴上红榜 还有这大大的银哥之光 庆祝他在奥运夺下金牌 新北之光 林玉婷 银哥家 林玉婷 这一路上最支持他的妈妈 虽然凌晨熬夜观赛整晚没睡 一走仍是精神奕奕的现身 玉婷你好棒哦 然后就是你一路的坚持 然后辛苦 真的是替台湾争取到 那个一面金牌 谢谢你 然后妈妈真的是很感动 林妈妈说女人努力了15年 终于成为奥运金牌 但赛事期间因为性别纷扰 承受庞大压力 不过她的个性向来坚强 即便难过 也会很快收拾心情准备上场 对啊我看她释放了啦 就她也真的是哭翻了 不打扰她把她金牌先拿到 这样子 然后后续的话再慢慢跟她聊一下 凌晨才跟着银哥相亲 在市府看直播 夺金的这一刻妈妈也特地上台 向大家致谢 情绪更是一度激动哽咽 更为女儿感到无比骄傲 也决定等林玉婷回到台湾 要做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拥抱她 对啊 这15年来她太辛苦了 就是用大大的拥抱迎接女儿 也祝贺她 为国争光 TV越宣众好报道 林玉婷夺下金牌 不只妈妈放鞭炮庆祝 某消音歌工商也很热闹 来到训练出金牌国手的拳击式 曾经带过林玉婷的教练 更是倍感光荣 非常开心 我们等了这一刻 等了十几年了 对 玉婷跟志强教练 终于帮我们做到了 对 然后一样 我们这个团队 一样会好好的支持玉婷 然后让玉婷继续发光发热 一路看着林玉婷成长的教练 看见她站上奥运的颁奖台 回想起她训练的过程 直说相当辛苦 你给她的东西 其实都是跟男生一样 对啊她是女生 你又给她跟男生一样的分量 或是内容 其实她都是 好好的把它吃下来 她不会去飘死 她会把菜单好好的吃掉 林玉婷过去就曾经在IG PO出训练影片 吊在单杠上 陪练员快速出拳 打在她的腹部 要提升她的忍受力 她还特地对镜头 秀出超狂腹肌 多少人看着都说好心疼 但她坚持到底努力苦练的毅力 也成了学妹们的榜样 电子上面看到学姐拿了事情 然后拿过来觉得帅 所以就一起来学 从她的比赛的过程中来看 就是可以看出她的心态 然后不会受到外界 有缘的干扰 她的从容的态度 就是很多人在台上都会紧张 但是学姐在台上感觉就是 轻轻松松松 我要自霸全场的感觉 拿下好成绩教练也特地送上 林玉婷平时最爱的珍奶和蛋糕 希望赛前必须饮食控制的她 能够好好放松 这回尽管她被恶意攻击 但林玉婷征战巴黎一拳一拳拼出金牌 让自己被全世界看见 TVBS新闻继续报道